文子人 要人長得不漂亮也是要整容對不對 這個梨子我們為了讓它長得比較漂亮一點 我們也要幫它整琴 等一下我教你們怎樣幫它整琴 等一下我們就先梳芽 這個葉芽要把它梳掉 這樣它會長到果實 果實它長得會比較快 你沒有梳的話它會一直長葉子 這樣果實會比較小 你們很厲害 以後都變專業人士 你看叔叔都會複補啊 你們那個架這些幾乎都百分之百都成功了 大部分都有果實 你看都有三顆四顆 哪個最多有五顆 像生的那不是就變焦了嗎 這不是這個葉芽 我說頭前的呢 比較小顆的 對對那個焦來 對 蘇芽就是這樣蘇了 把葉子剪掉 什麼的葉子吧 多的葉子 不要的這個 你要認為說果實也可以把它砍掉沒關係 到時候人家有你就沒有了 那第三個步驟要蘇果 像這一個就比較小 這以後你把它包起來 這一顆會比較小 那我們現在就先把它蘇掉 這個品質會比較不好 第三個步驟我們要 要幫它整形 你們想看看 這個梨子 要怎樣幫它整形 像這種梨子長長的 你不幫它整形的 它以後會長得怎麼樣 像木瓜 不會很圓啊 像椅圓形啊 長長的 這樣就看起來就 賣相會不好 賣相會不好 我們要怎樣幫它整形 我整形給你們看看 打一打就爛掉 這是它的尾巴的地方把它剪掉 我還是打一打 會不會爛掉 這樣水果會不會爛掉 不會爛啊 你大的時候你把它剪就不行 它會爛掉 像這麼小小的時候 你可以幫它整形 沒有關係 像這樣把它剪掉 它不會爛掉 你把它剪這樣的話 它以後的果實會變得 很漂亮 嚴嚴的 你不幫它整形 以後會像木瓜 那長長的 它賣相會不好 來 有沒有人 要不要自己動手做看看 等一下 問你一個梨子包包 不好 我只要兩顆 這裡的蛋都被我們打亂 它是會育合 對 它自己會硬 它不會爛掉 你太大的話 你再幫它整形的話 就不行了 它會爛掉 因為它現在目前 它那個 骨質的細胞 比較結實 比較硬 這個時候它不會爛掉 你幫它整形的話 它不會爛掉 這個你再不幫它整形的話 它會 那個形狀會 像木瓜 那我們幫它整形 以後它就不會像木瓜 它會嚴嚴的 好多 這樣可以拍到 然後手機也可以照些很多 對啊 要看多少萬畫符 這誰的 這個誰的 這個誰的 它的 它管你長得好多 哪有真正的比我多 誰在拍啊 這個紅小的 紅小的 如果它 色紋完整的話 它會整 你看 嚴嚴的 剪掉的話 裡面有六個子王 每一個子王 裡面有兩顆種子 表示說它這個色紋 很完全 這個是不完全 這個以後也會長不大 所以我們輸骨的時候 這個一定要優先把它輸掉 照理說這一顆也要輸掉 但是 好像 好 三顆留三顆就好 比較漂亮的把它留下來 這個你看 屁股都長長的 這個把它燒掉 好 好 好 可以嗎 可以嗎 蘇果沒關係 蘇果你比較大顆來蘇也沒關係 不是 我說你現在在收 這個 收不到的時候 稍微再大一點還可以 但是你不能太大 太大的話它這個 它的果肉 稍微有點甜 你說太大是大到哪種 像這麼大的話 你看 像個蝶子在馬上 像蝶子在馬上 這個就不行 那個形狀已經 已經 稍微定形了 太大了 已經定形進去 你焦的 它沒有辦法 你像這樣 最好 它會以後就會 它剪到地方它會凹下去 果實會變得很圓 它絃相會比較好 對 對 從來 盤盤盤盤盤 會長無息,這個叫刺心病,一種病,它也叫刺心病,它會長無息 最近沒有先預防,現在這個肚子已經有感染到 會傳染嗎? 會 會啊,就跟你那個感冒會不會傳染? 會啊 嚴重的話就是要用手工這樣一個月一個月把它剪下來 就跟你們感冒全班都會感冒啊 目前這種蟲最多 牙蟲,像牙蟲,類似牙蟲 這個小小的 這個你跑到果實,它會吸那個果實的汁液 以後這個,被它吸過以後果實會 不是,它會扁扁,不完整 嗯 大概再一個月就可以套